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身邊仍是施生和施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一星期回來後,股市完全不同 雖然上星期擔心連結會有少少獲利的沽盤 但似乎勢頭更加強勁 我知道你在某財經新聞都提過,這是一個牛市 未必有那麼多觀眾看過你寫的資料 你會說一說,你怎樣看當前這麽厲害的股市 如果大家一直留意我們的說法 大家過分擔心疫情,但印鈴鐺速度太快 到這幾天,大家都開始感受到 無論是香港、內地A股、美股 都看到資金突然變得很積極 所以,剛剛防疫七一價回來,大家看到市場的反應很好 我相信,之前有很多人都是觀望一些 例如我講,過去幾個月,即使美國印了很多錢出來 聯儲局達到七萬多億 但當中很多資金,沒有直接入股市 可能漏了在所謂Money Market Fund 那些錢,現在有四萬多億都還在 美金 那些錢,其實會慢慢慢慢 如果看到勢頭回來,其實都會怕執書 都會回到市場上高 而A股、港股 其實你見到,無論本利資金 或者外來的資金,其實都是非常厲害 那帶牛市,我覺得現在的圖像更加明顯 我聽到一些政治圈的人說 香港股市之所以這麼好 因為國安法出之後 受到西方制裁 形勢不妙 所以就靠國家隊下來餐場 這種情況,你在市場上不見到 是否落買盤的都是中資公司 其實第一,這段時間 我們要觀察一下資金樓 當然,我們有ChinaCon 即國內資金可以買到香港 但佔比,沒有突然變化很多 大約佔十多,有20% 但市場上升上去 其實不單單是國內的錢 當然有參與 如果你看到過去 通常國家隊支持港股 買港股 其實主力都是買國有銀行 比較為主 國企 例如公收銀行、建設銀行等 但你見到這幾天 市昇,大部份股票 無論新經濟、舊經濟的板塊 其實都會移動 我覺得很難歸功於單單 一個單方面的資金殘 因為我見到外資投行 最近評論香港股市 都好像樂觀了 有沒有這種情況 通常賣方報告或觀點 都是根紅領白 通常他們會說好一點 否則太脫離股市走勢 可以被客人罵 整體市場氣氛 事實上真的好很多 因為現在來說 你說牛市 之前人家跟我談的時候 牛市總需要經濟欣欣向榮的基礎 所以牛市才撐得住 現在似乎在疫情下 當然最近美國的新增職位 又多了很多 昨晚就少百多晚 對前景有些人看好一點 但實際上 經濟都不會好得去哪裡 譬如今年一定是負增長 全球明面是否好得好 未必好到疫情之前 但香港不算美國 股價指數都去到 勒斯達克歷史高位 其他兩者指數距離歷史高位 都不是很遠 經濟又不是那麼好 股市又可以升那麼多 這些是牛市嗎 但用回阿施先生之前說過的概念 就是使用價值和交易的價值 現在經濟始終在疫情打後 其實都辛苦了很多 都應該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去回 或者拉近疫情前的水平 但問題是現在的錢實在太多 可能公司的盈利 可能比以前還會低一點 需要時間爬上去 但實際上因為錢太多 可能股市的投資者追求 所謂的優惠率是低很多 實體經濟未完全康復 但大部分的資產在這段時間都膨脹得很厲害 施先生的看法是 美國經濟都不是特別好 可能牛市都未必那麼穩健 施先生你怎樣看港股 內地的經濟明顯地 我認為相對可能穩健的美國 或者疫情都影響低一點 會不會內地經濟你會看好一點 我基本上認為經濟不會好過之前 在這樣的情況下 壞消息在社會上或市場上 就不會消聲匿跡 事不時都會有些壞消息出來 雖然貨幣供應增加 股價會上升 但這個上升過程中 只有一段時間會搓你兩下 即波動很大 波動很大 我之前說基本上是向上 但是有很多搓上搓下的情況 對於小投資者來說 通常搓搓就害怕 怕就賣了 賣了就搓失了機會 初初升又不肯追 升一輪再追 所以他都未升 不是整段升幅都賺了 但賺了一段 走了一段寶 又賺了一段 這些投資化是很危險的 因為一旦跌下來 就全程受損 升上升就分斷受益 所以基本上看升 你寧願持久一點 炒波幅是高難度動作 先生,你提起小投資者 我知道這幾年 很多小投資者都買了不少傳統的收息股 或者香港傳統的股票 近來又似乎開始動動 你怎樣看? 會不會新經濟升了這麼多 開始輪返舊經濟反彈? 其實今年上半年計 其實主力都有在新經濟贏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 其實很兩極化 整體經濟差的時間 大部份行業都不容易賺錢 所以大家都擔心盈利或生存 所以投資者覺得股價應該便宜些 集中去新經濟 上半年又一下半下試過 舊經濟追落後 但其實上半年整體都兩極化得很重要 近期見到開始 尤其是這幾天的細圖 明顯好像比較難看 這幾天我們觀察到 大陸內銀、內房、券商 甚至實體經濟、汽車 都彈得比較好 我自己覺得 其實在國內 大家對大陸的資金上的流動性 簡單一點,放水 放水會令到很多美國的資產泡沫派 在大陸都重新出現 可能內房、券商、受惠股市 這一類的延續性 或者投資價值可能會高一點 我覺得這些都是追落後 炒落後 整體的動力都是互聯網、新科技 那些跑得很遠 這些未能移動 就讓他追兩步 追完後還是他先走 他追上來的時候 可能會調整一下 如果長遠計算,哪些升得多 都是新科技升得多 例如我們現在的倉位 九成左右都是新經濟 大約10%是一些 可能偏向舊經濟 當然,如果九成是新經濟 新經濟升到差不多 遇到阻力 到舊經濟追落後 你的表現可能會失色一陣 都不出奇 所以我們都調配一下 你能夠保住上半年的升幅 全年都不錯 現在你有增長多少 現在最新報出來 大約19至20% 今年 現在扣除所有的費用 非常之不錯 相當不錯 因為我們有鼓壇事件 我們跟蹤到鼓壇的變化 所以這段時間 應該去樂觀一些 不過中間的波幅應該是比較大 所以鼓壇事件對你也有好處 對很多觀眾來說 我們現在收市都很穩定 亦都是穩步商人 大家要再支持 不過很多人講起舊經濟 講到內房 我們有位專家先生 內房近來的數字銷售都不錯 先生,你怎樣看內地的樓 其實我們在內地的業務 恢復得很快 1、2月差點 3月開始足底反彈 4月有錢賺 5月有錢賺 而且賺的利潤率 比去年的平均數好 如果純粹從交易服務商的角度 市場已經恢復有餘 我們要交易才有收入 反映二手市場又旺 一手市場又旺 即是大部分發展商 去開盤 賣到樓 賣到樓 所以我們認為 大陸的開發商 很多今年的銷售目標 都是有機會達至 地產行業比其他行業好很多 製造業 很多人都遇到一定的困難 疫情嚴重的時候 不讓你開工 工廠都要關門 因為不能生產 到開始可以生產 便輪到外國疫情嚴重 訂單又沒有 那些的確是受到打擊 有些朋友要賣廠 那些受傷比較新的 我相信中國經濟接下來 是要減少對外邊的依賴 其實外邊都抵制你很多方面 要加強對內銷、內部需求的比重 現在是一個調整期 通常這些調整都是迫到賣身才做 例如有外國訂單又收到美金 你不會賣去中國內地生產 但如果那邊越來越少 你都要做內銷 整個中國經濟的結構 運作模式 都在變化中 變化中 就是投資者的機會 將來是怎樣變變變變變變 如果你早點看到 你就有機會買到好東西 現在很多產業都看到 所謂去美國化 以往依靠美國技術或美國市場 都越來越 因為這幾年的變化 目標是國內市場 明顯是醫療 過往依靠美國藥 很多都是進口 現在所謂要本土化 科技也是一個很明顯 其他板塊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最近有一個板塊 我都想問一下 表現非常厲害 就是關於芯片 即使美國有不同的抵制措施 但芯片股可能在低位反弄超過一倍 很短期內 司機是否有芯片股 或者你怎樣看這個行業的前景 我們十大持股內 如果觀眾有留意 香港芯片股不多 主力是中芯 即是SMIC981 最大一隻 是國內龍頭的芯片公司 當然大圖像大家都明白 如果以技術水平 美國或台灣 大家都很熟 他們的技術水平領先 可能是三至四年的技術水平 但始終這段時間 第一就是整個芯片行業 都是比較暢黃 需求都還不錯 所以大陸的芯片製造商 其實他們的訂單都不差 這些晶片行業是挺有趣的 他們的廠也很貴 那條生產線是這麼多的 一些行程一好 水漲水平高 那些芯片的價錢就好 所以他又不錯 再加上大家知道華為和中興之後 大家都知道很多 不能再依靠外國的技術 就是國內有這樣的成果 外國都不賣給你 你的產品雖然不是很高尖 都被迫光顧你 以前你要和海外的先進產品競爭 有一定的壓力 現在市網就好些 大廠、細廠都有生意做 如果他做到生意 希望撥多些錢去做研發 有突破 才能賣出 不過我剛才都說 中國未來都被迫先做自己人生意 將來做得好才有機會買出 芯片股是高科技 先生,我想再追問傳統股內房 內房很旺 廣大師先生,你怎樣看 因為之前購買利益押了 所以現在突然出來買樓 還是內地的需求或經濟 明顯地比想像中高 所以買樓的人都不斷增加 內地的經濟 是否明顯地比想像中好 我聽到的消息是相差 有人好、有人不好 但是以內地請人來說 其實我們依然有困難 即是說不容易招聘員工 以及年終都要考慮加薪 這是好事 你不加,你就留不住人 這是由市場去觀察勞工市場 大陸可能失業率很高 很危險 社會會不穩定 但如果請不到人 其實失業率不會高得去哪裡 這是我們自己接觸到的 雖然全國三十多個城市都有業務 但也不是犯犯,也有接觸 以及一線城市和三四線 甚至農村的差異都很大 我自己看內地的情況 沒有悲觀的人說得這麼嚴重 但是從世界整體的局面來說 外國對中國的態度是在轉變 政治上的轉變,亦都引來經濟上的轉變 接下來是很大變數 現在看到的事情,可能隔了兩三個月之後 已經是完全不同 所以就要密切關注 除了關注一般的公開數字 最好有人實際試到水溫 實地考察 譬如浩德,內地內需師生 因為受到不同國家 或者不同政策 要內需也是一個焦點 有沒有私基金 或者你本身有內需板塊 你是跟蹤 或者你會早著先機 可能有機會投資 其實今年我們有一個很重的注意 而上半年收成了不少 就是電商 尤其是在上半年,疫情下 傳統的消費 都因為封城而令到不能進行 所以很多事情都移到網上 所以你見到今年,阿里巴巴、京東、平多多 這些做電商 其實生意非常旺 例如6月份去618的購物節 其實銷售數字 按鈴增長得很厲害 同其他行業的分野更加大 當其他不需要負增長 已經叫做偷小 但這些電商的增長空間 不斷創新高 尤其是現在下沉四五六線的城市 其實整個板塊 其實今年表現特別突出 都是內需的概念 我自己覺得 一個就是內需、科技 另一個環節要留意的就是投資 資金多,當然要投資 中國經過這麼多年的經濟增長 民間的錢是很多的 這些錢會流到哪裏呢 都是很重要的一環 這個環節就是跟我們一開始說 內房、券箱、保險 都是跟人的儲蓄和資產有關係 當人要有錢或者投資欲高 其實這些板塊都很受惠 剛才我們提到幾樣東西都涉及到外國對中國的一些政策 也都說少少政治 我想很多觀眾都想聽施生評論一下 國安法就正式,細節都出現了 施生,你怎樣看 對香港會否有些影響 會否更加明顯 或者會否令到香港的投資環境有些不同 兩極分化 有一些說法就是 國安法出現,一國兩制已死 香港變成共產黨直治統治 這就是極端的說法 但這些基本上是參與政治比較多的人的說法 但如果你說香港已死,已變成一國兩制 一國一制 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去爭取 其實現在他仍然有很多政治訴求 有些爭取 即是未曾真的變成一國一制 這些是政治鬥爭的人的說法 而另一些就是 我知相對多的做生意的人、投資者 他們其實是對去年社會運動期間 香港所受的影響相對擔憂 之前移民那些除了黃的、藍的都有 因為他對政府控制局面都有擔憂 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說 其實他們覺得穩定些可能還有好處 所以最近我們在市場上接觸到的熱主 其實是反價多了 即是賣家反價 熱主本來是放開盤的 我們上個月有些組別跟我說 先生,我收了很多張票 即是賣家落票 想讓他去試 原本他預計都會熱主會制 因為之前都放過聲氣,很便宜 最近其實是一窩蜂反價 反價就是代表他對前景看好了 他只是施生地說 你看最近的新盤 非常之厲害 張君佬有新盤 一次過賣四百多個 有一天賣了九成九 那些都是增加白銀目標 除了這些新盤賣得快之外 我最近聽到豪宅都成交多了 不是普通豪宅 是十億的豪宅 未去到十億 但都過億的都有 山頂、穿山等 過億的成交都多了 這些都是要增加白銀 拿出來買的 所以反應都有一批人會穩定 究竟誰對呢 誰對呢 這是因為立場問題 很難說是對還是錯 但對香港的影響多大 我自己看是在商界歡迎立法的比例高 在前線的工作人員 年輕一代 擔憂懷疑的也不少 最終我覺得半年後 一年後看看香港人口有沒有減少 就比較實際 明白 究竟是否真的 大批離開香港去移民 他移民的時候 他就要正式去到外國 為他提供什麼性質 生活、工作、工作、前景 亦都看大陸 例如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兩制給香港的空間有多大 我之前都一直說 一定要做好午飯 B5飯就是私有產權的保障 資本主義制度、市場機制 這是經濟的一個很重要環節 另外就是 你有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治 現在港版國安法 有些人說 完全破壞的法治 我也有勒過一些內容 其實他都千方百計避免完全取代了香港的法治 他用香港的法官去審 雖然是特首委任 但都會徵詢中審法庭的法官的意見 另外 香港跟國安法沒有關係 他都給香港有一個中審庭 大部分其他無關的都跟以前一樣 所以法治的基礎 基本上還保持 他一樣是可以無罪 你未證明你有罪 只是無罪加持 也沒有所有外國法官不准去選 另外 有些人說 判得很重 終身監禁 如果去其他國家看看 叛國罪大部分是斬頭的 死刑 他都尊重香港不殺死死刑 他都有就來做 我覺得他基本上 還是想保持普通法為基礎的法治 這兩樣是很重要的 另外 人身自由 我覺得香港人將我去旅行 應該沒有問題的出國 甚至申請日籍 所以我說 我公司的移民部問 你們還不能搞我不拍 人身自由會保障 另外就是我會流通 香港一定會保持我會流通 人都可以走 錢都可以走 另外一樣就是低稅制 這些在這裏 我們就比很多世界其他地方 做生意的地方有利 商人就會留下 所以大陸怎樣維持到 剛才說過五件事 就是香港有否可以做 這些就是香港商人會關注的事 至於國安法 香港已經變成共產黨直接領導 如果共產黨直接領導 他就整批都拘捕了 不用等到現在 明白 我相信施先生當然是相對樂觀 大家都要密切關注 剛才施先生說過五點 關鍵會否有甚麼變化 但無論如何 今個星期 港股是非常牛氣沖天 可否維持下星期 或者跟浩德所說 會繼續升上 大家要密切留意 今集到這裏 多謝兩位嘉賓 各位觀眾 再提一次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了解C基金 或關於C基金的投資 不妨留意我們的網站 可以打電話來向我們查詢